胡椒猪肚鸡 越是宝锅正流行 火锅风味白白种 酸辣浓淡可有所好 这家新开幕的餐厅引进对岸现正流行的胡椒猪肚鸡锅 浓郁新香的乳白高汤 征服许多老桃的味 它其实是源自广东 它是客家餐 在广东那边是一个应该是当地算是香肚料理 那我们高汤的话是用猪大骨跟鸡浆 那要熬煮15个小时以上 然后才会放入出来这个骨虾的很颜色跟香味 上中前将事先煮软的猪肚 防土鸡肉和白胡椒粉 加高汤再煮一会儿 要鲜汤浓 辛香 暖味 吃完锅底的猪肚鸡肉 可以继续加火锅料算煮 开始加食材之后 这个汤的味道会变大 胡椒会被吸收 所以我们希望它加的部分是会出水的食材最远向 所以我们应该只是可能先下一些脚类 那骨类最后是蔬菜 胡椒猪肚鸡锅还有变化吃法 那就是加入干燥的牛肝菌 当白色汤头变成咖啡色 喝起来带有浓郁的菇菌芳香 适辣者可选干锅吃法 以辣豆瓣拌炒了猪肚鸡肉和淋波年糕 吃起来咸香有口味 现点现做的饱仔饭也很推荐 辣味油香滋润了米饭 锅底还有酥脆破巴 滋味越嚼越香 古早味的马蹄竹热水 以笔芹 甘蔗和毛根等熬煮 喝来清凉甘甜 是每桌必点的降火饮料 随莫天寒吃火锅 今年你有更多新选择 豆新闻台北报道